现在重点就是右边这边有没有这些资料了 都有了 那我这时候我要再重新回来讲一下最左边的 尤其是第二个 因为刚刚没有资料 现在有资料了 所以请你点左边这个有资料 左边第二个这个资料 好 这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资料 有没有看到14日 再住院率总共有一万五千里 这我想没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其中 是不是可以请你看一下 它有没有限市跌 的名称没有 可以吗 没有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还是要用我去创造出来的这个限市比 因为我们不习惯看那个编号 请问你的主管 他会记得住什么 65000 050 是什么地方 不可能连我们都记不住 而且你要知道全台湾有多少 限市还有行政区的代号 对不对 好 再来 再来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边这个资料 他也没有放一市机构的名称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一个叫做 对不起 他有放一市机构名称 他就是没有放限市别 所以假设你今天你想要去看那个限市别的分析 这边就不正确 好 接下来 有没有看到院所的指标值 分区业务的指标值 还有全国指标值 可以吗 举例来说 这是什么意思 这家医院的指标值是0 都是0吗 我看一下 还是有了 吓一跳 如果都是0的话 怎么可能算在这个分区业务是有值的 好 请问一下 全国 全国是0.07 然后 然后 这一区 台北业务组 是不是0.08 是不是高于全国 可以吗 我只是稍微 稍微让你们知道这一件事 这也是新功能 它可以局部放大 可是限PowerBR里面 请问一下 全国是0.07 但是它现在 现在所属的分区 是不是0.08 所以台北 台北业务组 显然是稍微高 高过于全国的表现 对不对 可是 现在我们要把这件事 用视觉化呈现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现在 就要先来懂 所谓的一个资料分析